我想在那裏做生意 或者那裏做出入口好不好 怎麽都不及 好,歡迎大家收看元泰祖 我是林定康師傅 今集都是跟大家講一下 現在最常問的問題 師傅移民,我想我移民哪裏好 哪些國家在未來的運程中 是會比較順、比較好 可能大家香港人都會明白 現在這段時間裏面 那個移民潮就真的越來越厲害 過去這段時間都很多朋友上來算命 就問師傅我想移民 我的命是否適合移民 我應該要去哪裏 或者哪些國家的發展旺 甚至乎如果我打算去到當地買樓的話 又沒有哪些地方的樓價 或者它的發展是比較有潛力的 在玄學上會怎麽看呢 今集就和大家談一談這個問題 那移民就不跟去旅行 或者不是過去短 我們始終都是看一個比較長期的發展 十年、二十年走不掉 所以在我們選移民地區的時候 必定是以那個地區的大運來計 以2024年來計 2024為何這麽特別 因爲2024就是九運的開始 那就會由2024一直維持到2044年 2024到2044就是九運 那九運就往什麽地方呢 主要就是往北面有水的地方 北面有水 即是說那個地方 如果它的北方是有海 或者北方有一條大的河 等等的地方都是最旺的 九運也是南運 所以如果那個國家本身 它居於一個南方的位置 而它北面有水的話 這些地方在2024到2044後 那個發展就會比較好的 有些人就會問 師傅那英國可以不可以呢 英國好不可以呢 英國其實它的位置就不是在南邊 但是英國是一個島嶼國家來的 四面都有海 雖然有些地區就未必有人住 但是始終一個島嶼的國家 它怎麼都不會差的 因為它四面都有水 換句話說它走到一至九運 它都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發達 所以我們常說島嶼國家 有絕處逢生的能力 譬如大家可以看看日本 在二戰打仗之後 仍然是很快就已經可以有一個經濟奇跡 雖然之後說有一個比較差的經濟 但是仍然都是可以捱得出頭的 那在九運裡面 哪些地方是特別好呢 首先澳洲是特別好的 因為澳洲就位於整個地球的南邊 同時間北方也都有水 所以在2024到2044這一段時間 澳洲的發展是相當不錯的 其次就會是英國 或者有些人可能會選馬來西亞 但是馬來西亞北部就不多人住的 大家也住在宜保 住馬來西亞的KL 那些地方就不免沒有水的 但是因為馬來西亞始終整個國家來計 北方都是有水的 所以馬來西亞、澳洲或者英國等等的地方是會不錯的 有些人就說師傅英國之外 我想美國都是英語國家 加拿大可以嗎 美國和加拿大北面大家都是沒有水的 所以在2024到2044裡面 這兩個國家在地運上就不算是一個大王的國家 如果你只是在那邊住的話問題就不大 但是如果你想是投資在外國買樓 我想在那邊做生意 或者那邊做出入口好不好 怎樣都不及澳洲和英國好的 因為大部分香港人移民都是的 自己拿著多少錢 去到那邊買一層樓 就安居落業住了 因為香港那層樓不要了 甚至香港根本買不到樓的 我去到那邊就會買到樓 反而多人就會選擇在那邊落地生根買樓 買樓就更加要注意地運了 那地運來算是澳洲和英國兩個是相當不錯的 那日本又行不行呢 師傅你剛剛說日本 其實日本都可以的 但是只要大家不怕地震 那就可以的了 不過就不是種種命格的人都適合去移民的 究竟移民還是不移民呢 其實是由自己個人的大運去看的 千萬不要聽人說你條命用木的 那你就去東方 你條命用火的 你就去南方 你應該用水的 你就去北方 這個說法是不對的 你其實最主要看自己的大運 因為大運來算永遠都是 20年就木 20年就金 20年就火 或者30年金 30年木 30年火 那如果自己原本的大運是在走南方運的 但是你又不是 你走了去北方 這樣的話 其實那個運程就不會好得去哪裡 加上因為移民 移民就考慮的因素會比較多 就不是純粹看那個地方黃不黃 因為有些人去到真的想著安居樂業 那如果安居樂業的 也都要看回自己個人的一個要求 你究竟是想要平淡生活 或者你是要追著一些旺的地區來住等等 那如果你是想旺的 你要投資買樓要升值要等的話 那就一定是追旺的地區來住的 那如果不是 師傅我只是想離開香港 在別的地方那些新的生活的話 那怎樣呢 那新的生活 那就一定要看個人大運 如果你本身是走一個金運的 那你就應該要去西面 那譬如西面那些國家呢 我們就以喜馬拉雅山為界的 那中間或一個十字 喜馬拉雅山北部的就算是 西部的就屬於西面 北方的就屬於北面等等 那如果你是西面的 譬如可以去一些歐洲國家 甚至乎去西班牙、英國等等 亦都是屬於一些西方的國家來的 那如果你是走南方運 那可能要去澳洲 走東運的話 那當然是去美國、加拿大等等的地方 那如果你是要去北方的 那可能要去大陸 去中國內地的城市裡面住 亦都是可以的 千萬不要撈亂了 就不要以為 師傅有些人說我條命缺木 那我就走去東面住 有些師傅說我條命南方禍我 那我就搬去南方住 這個說法就不完全是 因為我經常說 命和你的運是不同的 命用什麼呢 就只要在你的車、屋的裝修等等有關 但是你的運究竟是走什麼運呢 才決定你自己搬去哪裡 移民去哪裡 所以移民之前 一定要好好了解自己的命格 自己的運勢應該走去哪裡 好 今天說一下移民有什麼條件 移民的條件 第一當然不可以有財務危機 這個不用做風水 不用做玄學的 都會答到你 錢、銀永遠都是第一件事考慮的 第二就是家庭成員的命格 有時候因為香港有很多雙職家庭 換句話說 爸爸和媽媽 或者夫妻都是上班的 叫雙職家庭 媽媽就可能適合去南方移民的 媽媽就可能適合去西方移民的 會有一個衝突出現的 一旦有這個衝突的時候 大家就必須有一個取捨 之後可能去到新的地方 哪一個是主要的經濟之處呢 哪一個在經濟或者 support 家庭方面 是有一個更加大的重要性呢 那我們在選擇移民或者選哪一區的時候 都可以由命格去決定 究竟應該要遷就哪一個人 然後選擇一個什麼的移民方向 移民地方 第三個條件呢 就是如果你是有小朋友的話 那你就也都要看了 就是小孩子的發展了 同樣地那個優先次序 就是自己個人的決定了 我是先排了爸爸媽媽 接著就再排兒子 還是兒子的發展是最大的 所以兒子的發展排第一 爸爸媽媽辛苦一點都不要緊 那就是爸爸媽媽排第二 那這件事情 所以在大家移民的時候 必須要準備一家人的八字 出生年月日時 有時間最好 沒有時間都不要緊 都看到的 那當我們有家庭、家庭成員 選擇會過去的人 我們告訴你你究竟適合去哪裏 的時候 那就再去排了 所以自己在移民 或者在算命問 我究竟應該去哪裏之前 一定要自己心裡都有一個準則 就是哪一個家庭成員 我們現在是比較著緊的 即他的發展是比較當務之急的 那我們就先選擇一個適合他的 然後就在裡面切衝 當然也不排除有太空人的情況 那可能爸爸就在香港工作 那媽媽就帶著小朋友 就去外國移民 那些人說坐移民監 那這個都是個人選擇來的 那所以這幾個條件 大家都必須要考慮 那第四個條件要考慮的 就是究竟我們去到那邊 自己原本在做的那一行 是有沒有做的呢 或者是合不合在那邊做呢 那這個就是自己去移民之前 要做了一個詳細的研究 和去調查一下先 那當然自己最好去過那邊 住過真的喜歡的你才去 那還有一些買樓啊 不買樓啊等等 那也可以在自己的命界看著 才決定究竟去到新的地方 需不需要買樓 每一次移民呢 其實不一定是說 真的定居在那裡的 有時候可能要定居在那個地方一段時間 但又未完全算是移民的 那定居一段時間 走幾個國家 找到適合自己的 才再去移民呢 其實也是一個好的做法來的 移民始終都是人生一個重大的決定 那希望這麼多位 袁太祖的聽眾 如果已經決定了移民的話 好好計劃一下 清清楚楚地去了解自己的命格 了解自己的需要 和自己手上的條件 究竟適合去什麼地方 原學只是其中一個參考的價值 不是一個必然的金科玉律 有時候原學說那個地方旺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一個平等的生活 旺的地方未必一定適合自己的 那當你已經決定了移民 要暫時離開香港 或者可能會和家人在那邊 有一個新的生活的話 都希望你們能夠在去移民之前 有一個充分的準備 去到那邊才大展紅圖